这个小男孩很是委屈 父亲忙着安慰生气的妹妹 而母亲却陪着弟弟在看书 唯独只有他自己玩着橄榄球 他想要吸引母亲的注意 却反而受到了母亲的一顿责骂 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更是让他一想不到 弟弟焦急地告诉母亲 他翻遍了整个房间却找不到自己的眼睛 而母亲第一反应却叫来了凯文 这让被冤枉的凯文伤心极了 傍晚外面吓起了大雨 凯文不愿意进屋独自在门外看书 这时母亲给他送来了晚饭 见凯文还在生着闷气 深夜里 被雷声惊醒的凯文突然发现 房间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他突然注意到弟弟床底下掉落的眼睛 凯文连忙爬下床捡起了弟弟的眼睛 他来到父母房间想要告诉母亲 却发现弟弟妹妹都和父母睡在一起 他一脸委屈地将眼镜放在了柜子上 随后又独自盖上了毯子躺在了父母的床边 可没过一回 醒来的母亲看到躺在地上的凯文 他不忍心叫醒孩子 便下床紧紧地抱着凯文一起入睡